oracle能够反映到智能合约上面去的 所以说比如说在我们现在以太坊有好 这么多责点对吧 比如说以太坊现在应该有将近六七千的 这点但是以太坊是不知道 哪一个账户或哪个合约使用的 就是链上数据是 但我可以用一些像Union Animated数据去分析 比如说USDT是吧 可能就合约用的比较多 但是合约用的多其实是一个写 可能将会比较多 但是多少人读 其实是大家没有这个oracle数据的 因为它是完全去认化网络 然后你的读的oracle其实是不好推商店的 所以我们这里的热度 就解释更加是说有多少的数据节点来 提供相应数据 如果数据节点越多的话 那就是越热 数据节点越少的话就比较是越冷 然后如果是这个地方越少的话 最近的话那么估计 大家都是均匀地把冷热去传播到 所有的封片 因为我们是以封片作为力度 来去看冷热的程度 或者是叫稀缺的程度 所以这话我会回答一下 干极其的问题 当然如果大家有些更好想法去解决 读的一个问题的话 尤其是就是读的热度问题 那么但是我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比较困难的 oracle的问题 好 我现在回到就是关于我们对整个的存储的 语义的支持 因为这个也涉及到 就是大家想要存1gb数据的时候 会是长什么样子 那么首先大家要去 我要存1gb的数据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我会首先把我数据进行切片 然后之后干嘛去提交交易给以太坊 或者是就以太坊可能1gb可能会比较昂贵 然后 就AVI数据在这个 对 然后就以太坊的数据会比较昂贵 然后的话就是说 就假设我们现在还是用以太坊 这个方法来取决 那么我先把这个 1gb比较按照250k 250k 256k 256k 250cc 一个切片 然后再提交给这个交易 叫它一个智能合约 这个智能合约的话会根据 比如说这个key是文件名 再加上文件的某一个segment的这个位置 对吧 作为它的这个key 然后以及这个value的话 或者就是 就是相应的文件数据 或者是如果是用blob的话 它就是commitment 然后去调用这个智能合约 那么这个智能合约的话会根据 当前这个key 得到了S storage key 来判断这个 这个 人数据是否已经 在这个智能合约名保存 如果没这保存 那就说明这是create 所以这里的话 这个红色的一个路径是表示一个创建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创建的过程中 首先 那么它会算到一个st 然后还会知道这个media data是空的 因为它的st映射的这个media data是一个空的数据的一个 一个防御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 它会干嘛 会去 会算出来这个blob的它的index是当前所有blob的数目 在加1 那么就可以算出来它的首先它的叫做tindex 然后value size value hash 都这个都好好得到 因为这个都可以直接通过 通过这个数据本身去拿到 然后最后 这个数据的话实际上就会append到 这个blob的尾巴 然后假设我现在是这个数据分片的一个 一个datanode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知道 哦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干嘛呢 被拷贝到了这个metadata名去 然后并且是在这样的这个一个位置 然后那我就是如果是value value的话就其实从prodata对吧 我就可以拿到这个value 我的1要成 execution layer就可以拿到这个value 如果是blobs的话 那由于我知道它的committment 对吧 因为我是从哪个blog来的 那我就可以从c要成 把这数据考到我的本地的blog 所以的话我本地保存的这块数据里面 我就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这时候我就可以干嘛去向 这个合约去证明 就是间断形成去证明说 我真儿八经是存了 这个哈希所对应的这个数据 然后当我需要上传大量数据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不断的去append到 整个的blob上面去 然后这个metadata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只是它的每一个256k都会有一个metadata 在这核业进行保存 那么所以的话如果是一个用户持续的去 一次性的去存一个一句一句话 那么这些数据的话 其实如果都是一次性被处理 被这个核业被开房处理的话 那么它其实都是干嘛 大概都是在一个分片或者相邻的分片上面进行保存 所以正面的话是稍微解释一下 关于这个存储的一个过程 就是关于数据创建的时候 从中途上 RV的读数据是怎么读的 然后然后RV其实现在的读数据就是 就是我知道一些RV的一些sealing节点什么 就是说当你request的时候 它会去把所有网络的这些全都去query一遍 然后后去 因为它RV的P2P网络没有一个子网 反正它所以的话 就是它必须是所有的节点去 没击它 而且读数据是现在不收费 现在都是完全是所有 它SKEY需不需要考虑 还是collision 就是说这里面的话 大家给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说StorageKey的话 它是由CACAS256 再加上MessageSender和Key组成的 所以的话 对于不同的MessageSender的话 它的SKEY比较上来说是永远会collision的 所以然后它的自己的Key 对吧 如果同样Key的话 那么得到双方Key 是可以去修行的 所以证明的话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样非常简单的一个 哈续双场 我们可以保证这个SKEY是永远会collision OK 当然是一个创建的CASE 然后另外一个CASE是一个叫做Update的CASE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数据 比如说在投约1上面 他们想要去修改 也是做一个POOT的操作 但是这个POOT的操作的话 实际上是想要去修改 某一个数据到一个新的一个纸上面去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首先它还是会映射到这个StorageKey 但是StorageKey去找相应的MetaData 的时候他会发现这个MetaData已经存在了 就是它的所谓的KeyIndex 我已经知道了 我也知道它的Value和卡锡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不需要干嘛 他只需要他保留 保留这个KeyIndex 因为Key就是最创处来说 因为对添加来说 KeyIndex是在最后的一个blobs的一个index 对吧 但对他来说因为他引用了 所以他只需要override 这个Value和Hashi 在MetaData里面去就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作为一个DataNode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数据的Hashi变了 而且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会检查说 这个KeyIndex是不是在我的分片的方面之内 如果是在的话 我就会通过 把Value或者是通过CL乘 把Glob下载下来 然后去写到本地的出租名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update的一个操作 那么Cray的话是永远是把数据append到 这个整个MetaData和Blobs的伟达 那update的时候 他会通过KeyIndex来去寻找MetaData 并且做一个inplacement replacement 所以这个是基本上一个实现 如果NewValue比之前的Value大 这个是一个好的问题 实际上就说在这里面 这个StorageContract 它会设定它的minimum 或者叫做maximum value size 那么你可以非常 就是说对 证明如果大家对纯属系统理解的话 可以知道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本地的一个硬盘 它的大小是 它会有一个大小叫做segment size 现在SSD的话 一般是至少是4K 也就是说我在4K里面 比如说0到4K这个数据 能做的任何的一个B的修改 理论上来说 我都要把这个4K叫overwrite 那么这里面的概念是一样的 这所有存在都不可能去绕过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的数据超过了4K 或者是说我的Value比原来大 但是我只要在4K里面 就是这个segment size里面的话 那么理论上来说 你是不需要去干嘛呢 去你还是可以用原来的 就是同一个Pull的鞋来去 所以在这个Pull的过程中 它只会对这个Value和CBOB的大小做一个约束 那么它有一个segment size的一个设置 比如说4K或者64K或者56K 那么不同的这个合约它会支持不同的这个合约大小 合约大小 然后的话就可以去干嘛那去 就是说只要是在4K的Value里面的所有的创建和update的操作 那么都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如果超过4K 那么需要把它放上两个谷的操作 这个就是跟底层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存储的 这个了解的话 就是说它是一样的 在segment上面需要每个tuple的offset 在segment上面需要存每个tuple的offset 我不太清楚这个tuple是指哪个意思 我理解这个segment是指某一个具体的manual 就是以外的manual 但是要存每个tuple tuple我不太清楚是指哪个tuple 是指我们证明的metadata吗 还是具体 这个可能需要再去解释一下 就这个我不太清楚 Betabase的每一个page上 你会需要写metadata 每个t 首先我需要定义下这个page定义是什么 因为我们这里面是一个tube store 然后所以的话我们是tube value 然后第二个tuple的话是在这里的话是 大约是在tube store 是你概念这个我们也需要定义一下 因为我不太清楚具体的一个定义 因为这个我们跟传统sicle 我们跟它是个类似一个non-sicle的设计 对所以的话 就是这个可能就是需要一个 这个clarification 对可以继续clarify一下 然后等一下我可以再回答我这个问题 好 这个是大概具体的代码实现 其实基本上的话 就是说都是我们刚才的一个路径 就是说就是说判断 我们会判断一下是不是存在不存在 存在的话 那么就是apply不存在 我们的replace 它证明有个注意的事项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update的操作的话 整个的storage fee的话 是不需要从而外来支付的 就是说在创建过程中 就是当我添加一个新的一个数据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key不存在 而我想把这个value要存在的时候 那么是用户是需要支付这个storage fee的 但是一旦ready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整个的创建 整个的update的话是不需要 支付而外来备用的 所以证明的话就是会有一些 证明的一些设计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c和u 然后接下来是r 就这么删除 删除的话实际上 这里面是一个紫色的线 来表示删除多少 那么首先它会找到它所谓的key list 你这个地方 那么它要删除其实很简单 就是会把最后的一个数据 证明的话我是用红色标记的数据 然后把它复制到过来 那么使得最后的所有的要删除的数据里面 它的数据会 就是所归应的数据会被override掉 然后接下来再把它meta data删掉 那么就可以实现一个删除 但这里面会有一些小的一些问题设计 所以的话就说这个我就不展开了 那核心的原因就是是这个样子 然后最后是读 读的话的话就是这里面会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些 一些需要读的一些约束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首先所有数据不是在 或者叫blobs不是所有节点都有的 所以的话我们如果是downget的话 在构实阶段的话 那么是不能被执行 我直接会报错 它只允许get在一个是在数据节点上面 并且是在就是我们这些数据节点 并且是一个追上rpc的环境 比如说当我去要读一个 比如说读一个图片 或者是读一个像刚刚的一个 EG的一个视频 并且展现出来的时候 那么它会调用它的整个追上rpc 然后整个智能合约会告诉 反而说 这一个的你要读的key 它所对应的key index在哪里 它的数据的rc是在哪些 怎么有多少 那么这个时候betanode它会截取这些数据 并且它不会去报错 而是直接去它的整个本地传统 或者可以从网络里去寻找上线数据 然后再放 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个 用智能合约做纯粹的读的操作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rpc的调用方式 能够去把这个数据去读出来 去展现出来 并且我能保证它的执行结果 是跟智能合约的期望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共识层 比如说要slash 对吧 我们需要去challenge的时候 我们需要共识层面把这个数据来 来approve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 这个客户端就是提交交易者去通过 通过我们这个data pcnetwork拿到之后 然后实际上这里面还漏了一个叫verify 一个操作 就是它可以去verify相应的key 的value 所以这里面其实应该有verify操作 所以它可以直接去 去verify 把这个verify这种某一个beta 对 这个面是不能用cbloss 因为它需要去 这样把你的数据传过来 然后去计算自己的数据 所以这个面 保证我的数据是没有被创改的 然后证明我们刚刚讲完了 通过智能合约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支持CIUD 然后并且就是说 可以让现在开发者 就会对data的熟悉 包括智能合约熟悉 就可以去使用这些 纯粹做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应用场景 但是从前端的user 就是end user来说 大家会是怎么去 会去使用我们的这一套存储 那么正面的话 就是我可以大家稍微讲一下 我们在做一个ERC4814的标准 那么这个是已经在 你开访里面已经是提交 并且已经在一个review状态 同时它也是一个ANA 就是你开访的所有关于 这个中序化的一个管理局 它是一个注册的一个skin 它的核心市场就是说 我们使用一个叫web3的skin 来去定位一个叫去证据化的资源 这个去证据化资源是什么 是由一个这种合约 host的一个资源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 需要一个web3的skin 然后再敲一个一系列的智能合约的位置 然后我可以用ENS来代替 以及用户信息 以及各方面的信息 就可以去查询 这方面智能合约所host的资源 然后这个host的资源 可以包括我们disa storage里面提供的资源 根据我们刚才对读的读取的指示 正好我就可以使用web3的skin 去来去做用化 而且是可信的方式去来展现一个 比如说trusted website 像unit swap 像tunet cache 我也可以甚至干嘛呢 去做一个虚众化社交网络 那么大家可以除了把静态数据上去 还可以把这数据的动态组合 能够通过智能复约的方式 能去动态的去展示出来 比如像社交网络 或者是像比如说圣经的 然后像tiktok这些 那么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一方面是需要我们几个存储问题 第二个就是记忆赖予以太坊的 EVN的这种和丰富的这种 和表达性的这种能力 那么所以的话这个话呢是就是 相对于现在已有的协议 包括像ipfs army是做不到的 对 然后那么最后的话 我就是可能刚刚可能一些说 包括一些网站 包括就是trusted网站的 比较多管 包括像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网站会被比如说 哪一天挂了对吧 或者是哪一天被警察了 这个 当然大家有问题 对这个标准 对 就是为啥要单独设计一个 890而不是用query argument只是一个描述的东西 这个不会在这边有情绪 就只是直接使用一个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query来做的 arguments 用query 叫arguments 这是就是design的一个方式 那么因为为什么我们想要去通过这种 path的方式来去把 arguments 分明区号 我们是希望它的整个的过程会跟hcp比较相对的话会比较接近 那么包括就是说 所以我们在整个query过程中 我们是会只是会去 比如说我们就是会去 就是要去 只是会添加返回的一些类型的 但是整个的argument 包括的argument的 这个类型的一个conversion这方面的话都是设计来的 task方面 那么对这方面的话我们是就是有一些 额外的一些考虑在这里 怎么能够去尽量的去跟hcp 包括hcp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功能 包括像相对入境 包括像它的这个 这个叫做 就是hcp的什么 就是它的一些encoding的方式 就是它的这个 对于就是叫什么 我不知道那个 多国语言的这个支持 这番号我们都可以直接进行过 对 所以它是完全是 就是你就是它能够非常好地去兼容hcp 包括相当路路径绝对路径 包括这些方面的东西 包括这个fagment这些方面 对 然后这边的话 如果大家感谢就好 可以看到 vip这个1804 然后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讨论 包括在 Ethereum Magician上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各种刚才的讨论 就是首先就应该是4814 好在这里的话进入的话 这有个面积蓄 然后在这边的话 就是有非常多的关于这个讨论 思考 一直就比较 最后大家决定就说 argument这个方式跟http 不是那么 就是怎么说 就是 就是那么 就是让大家觉得接近 就是说 所以说后来大家讨论完之后 然后就觉得可能 放到这种part方式 是比较容易 让大家就是跟http 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对 这边其实有很多一些设计 一些 大家感谢可以去 到这边去 对 去去看 对 这个展望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的数据在100个host 也被分 但如果这100个host 全下线的数据丢了 这个数据丢了 概率也不算 对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假如我有100个host 对吧 然后假如100个全下线了 肯定这个数据就丢了 对吧 没办法对吧 但是就是说我们 哪怕在像谷歌这种数据中心 对吧 一般我们已经是不会有超过100 100个application 那如果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那我也可以假设 咱们谷歌的数据 是可以比较多 那么所以的话就是说 我们在一个 假设这100个数据 都是相对比较独立 并且他们是 他们的下线的时间 都是一个比较 一个独立的 你可以说随机数也好 或随机的变量也好 那么我们可以记录出来 它的被丢的概率 其实就是非常非常低的 非常非常低的 基本上就是 就是 多花钱多一些备份 这个都可以设计的 对 就是说 我是不是可以多花钱 然后多有些replication 然后多 概率低一些 然后 这个其实是可以设计的 对吧 就是我们可以根据 就是 用户他的支付的钱的 就是他想要支付多少钱 后面 然后我们可以设计 这个产品的一种 你叫tear对吧 tear 然后就说 然后说你想要非常强的 对吧 然后我愿意花一排法 我们1%的cost 但是我想非常强 或者是我想要花一排法 1%或者是1%的cost 然后我去把它导送 这个都是option 但是就是一开始 我们先把 可能最用户最平常 比如说我们认为 可能20个或30个 甚至50个replication 就已经可能是非常robust的 你就先把这种 这种情况 先把它设计好 考虑好 然后我们再根据用户取成的 这些一种 这些都是可以去设计的 这的话就是说我这里会讲一下 就是关于整个的一些比较 然后就是证明后我会比较两个比较著名 像为 Filecoin 和RV的话 就是说是现在已经launch 已经跑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就算是已经被stress test的一个产品 那么首先的话 他们的存储对象是steady files 也是是一个一段静态的文件 然后我们在这的话实际上 虽然我们叫存储 但实际上我们是一种 nonseql的一种数据库对吧 就是qrf store 最后我们是跟ecaf 这个qrf store是比较兼容的 另外它语异的话 翻筷的话 它实际上是不支持update 比如说如果我需要去更新一个 比如说一个一个G的文件的话 我不好意思 我要重新把这个一个G的文件 重新进行打包 重新进行修改 然后重新再进行 sealing以及reportual application 那么所以的话就是说在这边的话 它这个update是支持实际上的话 会比较有运势 那么RV的话 因为它会把所有的存储的数据 全都放到它的区块链的拔里里去 所以它连删除的余地等于 它是希望永存 然后在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支持完善的CID 所以的话 如果一个用户 他把数据上传之后 他不想去干嘛呢 删除它 比如说他想要永存 它可以把对应的资认合约的ownership 去reclean一下 那么这有意味着 这份的数据 存到总统网络里面 将会去永存 所以我们是提供用户的选项 是用户可以去永存 也可以不永存 那么只是根据 就像以开访的程序一样的话 如果我这个钱 在我的账户里面 如果永远不动的话 或者是我的钱打到了 0x0地址的话 那么这个钱就永远跑来去 就永远就 存在那里去 永远就不会销毁了 对吧 但数据也是在那个地方 所以的话 这个是我们 就是根据用户的需求 想存也可以不存 对 你可以永存 你也可以不永存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可编程性 那么Cefilecoin和Avi的话 他们现在其实都没有一个 链上的一个 可编程的能力 那么在Eso Storage的话 我们是可以 有跟以太坊 非常坚定的这种可编程能力 包括更新 包括创建 只有无的方面的话 我们是需要只提供两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 就是IPC的方式去做一个 或者是 Vorify的方式 然后那么 POOF Storage的话 其实我就不做这个细节了 就给大家感兴趣 然后我们可以根本在讨论 然后那么这边的话 我主要是讲一些结论 就是说 首先它的 Purputation Guarantee的话 Eso Storage的话 就是也是一个非常能够到非常高的一个 因为它能够发现这个数据的一个确切性 然后当时在 Iso Storage的话 它实际上是 它可以做到非常好的 Purrent但是很高 很贵 然后Avi的话 它是一个概率性的 Purrent Guarantee 虽然它号称现在没有的数据 但是它的怎么极致的设计 里面的话如果丢了数据它是无法去 没有一个数据系列性的一个 挖掘机制的 所以这方面的话 其实三点的话会存在 我们认为是存在比较大的风险 然后存储的成本的话 我这里认为就Filecoin它的 就是 就是说它的存储成本会 这应该叫Storage Cost 因为可能会有人会 就说 因为Filecoin的计算成本 其实是很高的 因为它会最整个的 这个存储数据会做一个 像是Suling的一些边界操作 那么这些操作 其实是需要非常好的机器 才能实现的 那么在这边 我们也是可以去有比较低的 一个存储的成本 最后它的设计量级 我们是短暂的话 我们是希望能够低比级别 长期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个 是非常高的量级 像1G EB级别性的更高的一级别 然后另外以后我比较喜欢的方式 就是说整个的 对它的重组的一个操作方式的话 你不需要去下载 额外的钱包 不需要去下载 额外的这些 就是一些 有空消息器 那么我们用于开房的钱包 像Filemas 就会对这一种操作 Filecoin和Aub有没有通过办法 通过扩展和修改 实现类似的功能 这个功能 我们不只是哪个功能 是如果是CRUD的话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快的 因为它们整个的原理的设计 是基于 是有这个 是 就是说是 是跟我们是完全弊样的 然后而且的话 就是它们的 对象是StaticFiles StaticFiles本身的话 它是 不会要求这么多的一个 SMIOS 对 所以的话就是这方面的话 就住我说 就是 是会 上面会很困难的 尤其是在Pool for storage 这部分的话 它们要实现是 是 要实现的CRUD 是 太多的 对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 整个的一个 一个 比较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开发的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H1 就今天上半年后 我们基本上把我们那些 Polotide的 整个idea都走了一遍 包括跟 一开访的这些 一些 对一些合作者 DA 核心的研究者一起讨论 方面 然后在H2的话 我们现在接 用核心目标 是希望能够 把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实现能量 这样测试 能够讨论 所以这应该可能比较 拨大吧 是 是一个叫Polotide 把就是 我们图法和 Po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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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otide 这个测试完 然后我们在10月份后 我们会 然后我们会去介绍 我们的 Polot 的东西 被接收了 然后我们还有一期的一个标准 以及 相应的 库的集成 可能 然后我可以来一个 demo 然后基本上就是 今天的 我要讲的所有内容 然后 对白皮书的话 我可以到时候可以放下一个链接 然后我示范了以太保重产品 之后到时候 我可以给大家给大家几个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demo 然后 就是可以看到 Invasion未来的话 我们可以做成什么样的东西 这里面我会切换一个浏览器 切换一下浏览器 好 现在 经营可以 大家可以自由解除 经营发言 然后这个demo的话 我们是 比如说我现在有个 浏览器 这个浏览器是5Fox 它已经支持了我们website 4804的标准 它只是会把这个标准做一个转益 所以的话 我现在比如说 账上的ETX 这个是我们注册一个EIS的 一个网站 然后可以映射到一个这种合约 这个这种合约会 去返回相应的我们前刀网 这个网站在存储的内容 所以的话 这整个网站的话 现在就已经是在这上面去 然后比如说这边有一个 w3box 我这个其实也是在托管 在整个的 包括全单都托管的 这个一本上面 那么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边的话 是有以系列的上传的 这个 引键 包括我们的比如说白皮书 对吧 所以你点一下 就 所以我白皮书的话 我这天下链接 大家可以直接去上面去 再发 然后那么这个dw3box的话 实际上就有点像dw3box 就是你只要把这个文件 一drop过来 就可以自己上面去上传 就这样 对 然后包括dynamic nft 这个是我可以给个像 nft 那么这个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这上面 nft的话 然后它是 全部都是由链上的数据 进行可组合 变成出来的 那么我现在比如说 mint一个 提 那么它就会 根据我 mint这个交易 然后去产生一个随机数 我产生随机数之后 它就根据这个随机数 去把链上的这些 链上的随机数的一些数据 然后进行 干嘛呢 就是说 拼接 然后最后找到一个动态的 一个 按下提 那么我可以是干嘛的去 就是这是完全有链上的随机的方式 去要生成的 你可以加上 比如像一些更强的 一些数据生成 像 vif 像接下来以太坊的 rented out 这些东西 他去做更加 这样随机的生成 那么基本上就是整个的一个 可以实现一个部分 包括一些像其他的一些 有一次想法 就是大家可以去玩一玩 然后反正测试网的token 大家可以去去询计 所以就 就是可以去领域的测试网的token 所以就看大家有什么一些 想法 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在年底的时候 会起一个新的测试网 会把 重启这些东西去 实现了 包括他的子网 实现包括这个 数据同步 包括这个 基本的挖矿的这个功能 然后包括一些 还有一些塞车的一些 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在通过塞车模式 性的实现 然后这方面的功能 我们可以去 不让去 来去测试 所以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去一方面测试 这的话也能够去 就是 比如说包括在怎么设计原理 包括整个的 就是改进 一些问题的方面的话 我是会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出更多问题 包括刚才他说 比如说我想要多备份怎么办 我想让我的数据 the value 超过了原来value怎么办 那么这些的话就是说 我们都会 有相应的这个方案 然后出来实现 但我们需要更多一些方面的问题 所以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的话 以外可以去 去考虑 这个DECA是一个意义的 这个DECA是一个老的 我会删掉 我可以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怎么去 删存一个文件 我会DECA删掉 然后把这个DECA去 去做一个散载 投入一个DF文件 所以的话我回到 现在我有一个DF的文件 的话我现在就回到这个DF文件 我直接去 提交一个DF文件 就是直接拽过来 好 那就是 好 因为它一次性交易 只能提交256k 所以我要分两个角度一起去 去做两个角度 然后我们希望就以后DECA删定 包括这个支持之后 它一个区块可以支持32兆的文件 所以理论上来说 未来如果在技术成熟 我们也可以 一个交易 这个提交32兆的数据 但是基本上我们就不需要再去 多去做大量的断点的续传 这一层考虑再给第三个 我刚刚的这个 在这里也会看到这个DECA的这个 链接 然后这个链接后 我可以把它改成website scheme 就是website 刚刚刚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名 service名字 你后面这是要用的参数 这个有个问题 它可能这个空格的解析问题 这个有个bug 需要空格解析可能这个gave转移可能 有个转移可能 对 所以我会给大家去带一个办法 大家有问题吗 哈喽 然后我这边就是想讨论一下 然后我之前的背景 我是做传统数据库的 然后我之前也是数据库方案的博士 然后退学 然后现在google做数据库 就整体今天听下来 我觉得是非常好一点 就是说我可能把传统数据库 比如说分片分成segment 或者是传统数据库 就要分成page 然后每个page上面存tuple 这样子的话 我用户比如说只用改一个tuple的话 我们就只在这个page上面 就只用写一小部分 传统一些的这个nft之类的存储 可能就是针对于整个文件 都要再重新写一遍 然后我们这边我感觉就是 gannularity 每次更新或者是添加操作的 gannularity会小很多 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可以可以对可以这么理解 对这其实是所有的这个底层的这个文件系统 都是这个实现 对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idea 这样就是买好了 对的对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但是我这边比较大的顾虑 一方面还是latency 就是刚刚有提到 可能就要等一个区块 比如说十几秒对吧 然后网络如果非常堵塞的话 可能这个时间会非常夸张 用户在就是我这边听到很多web3开发者 他们想要一个什么mySQL on blockchain 或者是postgreSQL on blockchain 比如说大家在打游戏 或者怎么样 然后再用一个dapp 然后存储一下 要过十几秒几十秒的时间 然后我在想这个latency 因为我们是基于eth的 我不知道一方面latency 有没有可能再降低一些 这个是就是说看什么样应用需求 就是如果是realtime的latency 我觉得区块研究 是不是适合是去做这种事情 尤其是比如说我叫seql能够做web3的 如果是query是几番期的 对query的话是基本上是可以做到非常及时 因为我们不需要做故事 但如果是我要去write 比如说我也要做一个store的操作 对吧 seql不是select 这种insert这种操作 那么这种话 那么在区块链上我们只适合这种 你可以说是那种不是即时的这种数据 而是那种相对的话 我的保存时间会这种比较长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我要提到一个文章 我要去办一个AFT 或者是我要想要去做 基本上我们上面写的一些应用 像设计 network 这些东西 就是都是善意的 然后的话就说 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side check 然后这个side check的话 会跟这个是一样的一个token 然后的话只是说在side check的话 它的成本会更低 因为它不需要去跟以太坊的其他交易 进行竞争 然后它的finale的时间会更快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可能 比如说秒级别 甚至就是先是秒级别 对吧 然后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 在一些可能需要比较偏即时的 但是我们不能做到完全即时 方式面上它速度可能会更高一些 如果是用区块链技术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这种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案是就是有些写方面 这个方案还是就是毕竟还是多共识 所以会有些 对就这里我我就一个观点就是说 我们最后比如说我刚刚的例子 我们的一份文件存了100分对吧 理论上来讲我其实只需要有100个节点 比如说100个minor 100个矿工 回复我就可以了 我其实如果要走链上的这整个共识的话 就是其实metadata反而成为瓶颈了 因为我们的metadata是上链的 对吧 我们底下的real data其实是不上链的 对吧 就比如说我存100分数据 但是我要等我这个metadata 写到整个chain上面 所以这上是一个瓶颈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就是说我只需要有100个人告诉我 他们都已经存好了 然后他这个这个信息 我们不需要等他完全上链 或者怎么样子 这样子就摆脱了eth网络的一个 约束 对 但是如果他的这个数据 你就是说我去存好了 然后我只到 但是我还是需要把这个metadata 上转到链上 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得到一个 你的数据的一致性 因为比如说证明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 才能给信任问题 就是trusted的问题 就是我怎么信任 我当我敲一个比如说W3 Home的这个网站 或者说我敲一个什么 我给你分享一个文件 就是说时候 这个文件内容没被创改 没被创改 我怎么办 我必须要去区块链上去拿到我的 这些你的数据的commitment 也就是说当时提交这个人的 他的这些给的一个证明 然后我可以吐乎说我的数据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 我们必须要把相应的交易的 至少它的原数据 也就是metadata 比如说的commitment 要去上链 对吧 那么但是一旦你要上链 那你就必须要能说这个metadata 这个是有一个trade off的分析 就是你需不需要一个trusted的一个 一个数据的上链的过程 而且你的trusted的话是跟这个链的本身 比如说L1相应开放 或者是一种塞圈的安全性 是要是等价的话 你就没有这样的需求 其实如果没这样的需求的话 其实文用中心化也挺好 对吧 就是这个证明就是有吹到账 嗯好的好的 明白明白 嗯我这边先这样 嗯谢谢谢谢 当然有问题吧 嗯如果其他人没有问题的话 我这边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有没有一些推荐的 像像我对于区块链本身知识 可能欠缺一些 我在群里也说了 我最近在翻各家的白皮书 然后我们这边有没有一些推荐的 就是一个read list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呃上手的资料吧 就是关于storage这一块的 嗯storage这一块的话 我我其实就是呃上手资料啊 一方面就是可能是他方的 方的基础文档 就是找找这个专家去聊 对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找专家去聊 就是我叫我们群里面那个竹风 他是对fss的作业实行 所以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自己评判 或者是那个 比如说有什么东西 就是非常熟悉的机械 一些人以及他们的这种 这种推荐的设计 嗯 比较全的资料 可能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我的获取的信息比较多 就是一般是 你就直接找人或者直接去看 他们也太好 好的好的 对对对对 就白皮书这方面 基本上就是 我当白皮书有一次可能 就是会有一定的延迟 或者说根本就是 没有实现 然后 群是微信对群是微信群 然后如果大家看新的 话可以在DFLearning 加入 然后我可以去把大家是 加入到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 就是 就是更多的一些 就是 就是一些 各方面的一些开发的成绩 不只是这么分裂 所以就是会让大家感兴趣 然后 对 就是 对 这个是 就是白皮书可能会有时候会 表达到一些 比如说像AVI 它们设计非常复杂 什么呆康设计的模型 还有一些什么 这个书 他们号称也要解决数据的 稀缺性问题 但是根据我对AVI 最熟悉的一个开发者 一些疗用 他这些东西都没实现 所以 就有时候 就是会读得一脸懵逼 说这个东西到这个时间 最后发现 就是其实更能 然后就这个项目的话 我现在可能还是在硅谷全职大厂 先工作 也是在等绿卡 如果是想参与这个项目的话 有没有比如说开源社区了 或者是其他怎么样一些方式 可以可以 这个我们会去开始建立天润社区 然后我们可以先去 现在其实我在 就是我们下周三 如果大家在有在硅谷的这个开发者的话 我们下周三八点的话 我们会去有一个更加线下的一个技术讨论 然后会手把手的把我们整个一个流程去走一遍 包括对现在已有一些存储的一些大致的一些思路 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讨论和解释 因为今天市场预表就是各方面约束 所以我们也不能把太多时间去介绍 像Filecoin而已的一些设计 所以的话就是说这方面我们也会去讨论 然后我们接下来会去思考 就是说怎么去更好地去有一些 比如说让大家感兴趣的一些task 大家能够去参与 那么我觉得对它最要是说 大家怎么能够去 就是说去认识到我们在解决一些问题的重要程度 以及这些方案的缺失性 以及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去更好去解决 这些方案的一些重点 然后以及最后的具体的实现的入手 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就证明的话 就证明其实我还要漏了一些细节 包括在怀访EIP4488的一些 EIP4444的一些需要在里面的一些实现细节 因为就是怎么去降低正面的这个 整个出发链的这些 证明其实就很多东西的实验 当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去follow up 然后看我们怎么去更好去分配大家的这个 实验和尽力 然后出路过去 对 然后这个项目主要就是web3q底下的项目 是吗 然后方便介绍一下团队 或者是呃就是大致介绍一下 对 然后我我们是这个呃 就是我是这个项目的创始人 然后对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团队的话 有大概差不多15多人 然后将近有两三个人是在做 包括我 就是说三四个人在做 呃 编infrastructure方面的一些工作 包括像你刚刚说的这些 所有设计 然后还有一半的人是主要编 这些应用程序的方面的一些工作 包括这些网站 包括所有的这个图案 对 所以我们也会非常欢迎 就是说各方面的有些 包括如果你对上面的一些应用 有想法 比如说 那也欢迎大家来去构建 然后也欢迎就是说 对基础设施有些纯属方面 就是说是感兴趣的 尤其是对区块链 为了web3 我们能够去做怎样的一个 有基础设施的感兴趣 我们可以去一起来参与讨论 好的好的 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 不知道其他同学有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我我们可能下周三 然后再讨论更细节一些的问题 对 现在讨论这个沟通这个社区的话 我们现在就还在我们web3的 海盐群里面去 大家讨论会比较联系 然后对我们可能逐步的会建立一些 更加好方便的一些社区 然后但是我觉得现在 就是但是我们其实在web3 海盐群里面 我们认为主要是也是解决一个 我觉得未来web3的一些需求 所以我们现在在社群里面沟通 我觉得也是一个 就是就是表 也是一个表迹 我就想了解一下 刚才这些设计其实还在实施中 对吧 这种还没有完全实现 或者说是没有去上到一个测试网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这个roadmap的话 是计划是接下来整个HR 然后但是我们整个的设计工程 我们也是基本上把所有的能找到 可以存储 可能就是熟悉了解的人都去 好多了解的地方 或者阿里的原理 还不欢迎 然后所以的话 就是基本上我们的整个的 早期的一些验证资争合约 包括我们这种参数的设计 可能我们都已经走了一圈 然后所以我们 H1就是今年年底 可能我们可以开始测试这种一些好玩的东西 包括形状 分片的这些挖矿 包括像纸节点的 纸网络的这种布局 这种同步方面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一步一步的在去做 如果感兴趣 我们也非常乐意跟大家去讨论 然后我们可能可以的话 我们可能会 以后我们有一些内部的主会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主会去公开化 去像以太坊的开发者社区一样 然后可以让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每次的开发进度 在干嘛 我们也在研究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这问题怎么解决 然后就 我们可以看看 到时候更好地去 让大家能够能够一起来参与 现在如果说是想社区参与 还是比较麻烦的 你就是说你说现在线上参与是吗 对 现在我就来参与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想对这个感兴趣 我想参与到一起开发 是一件还是比较麻烦的事 很多人来讲 麻烦你是指出找到人吗 或者找到相应的这个进展 或者进度和学习 对就是进展相关的讨论 这些 OK对 这个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以后可以把我们一些 就是运转 因为你开访的 他们其实也是按照这种方式 那么实在运作 对吧 所以我们也是像 更加像一个社区的项目 去运转 然后当然我也很高兴 就是说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 这个社区对我们进行工作 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社区 能够一起去 能够去 就是把一些做一些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一些 谢谢 好 好 好 谢谢 还有问题吗 是不是 或者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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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呃 之后呃还有问题呃 其他问题就可以在那个群里面 加那个周博士 然后再稍微探讨一下 现在对现在基本上应该是都没问题了是吧 别不能量也去探讨 哈哈哈哈 嗯都是开发者 是的 那好呃辛苦周博士来 哎今天这个分享还是比较比较长 而且钢货特别多 对对对对 所以我我感觉就大家能够 能够能够follow就好了 的话我觉得已经就是 已经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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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嗯对好呃 那就啊感谢周博士今天的分享 好的好的那个也谢谢大家 然后参与 然后祝大家的那个中秋快乐 好中秋快乐